剛剛有聽過梅立彎的案子喔 那另外我自己是那個松燕洛宇催生聯盟的招集人 從松燕的案子去看廣時的案子 我們會發現兩個案子真的很像 兩塊土地上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老樹 那這麼多的大樹我們的市政府或是我們的市計畫 都把它們當成空地這些樹是不在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尊重環境的一個思維喔 所以我們也是呼籲這個廣時除外院的這個都市計畫 別人應該要降緩整個園區重新規劃 他們當地有非常多其實原本的老舊建物被拆掉的送地 應該在那個地方去做開發 然後盡量保留在地的老處喔 不要再把像松燕燕堂的案子一樣 松燕燕堂是文化體育園區 只有現在的那些商業設施是百分之六十幾 文化體育只剩百分之三十幾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而且這些社福設施 就是違反故事計畫的 那管理的案子它原本就是社福用地 今天社福用地 如果說要稍微有一些其他的收入來 那一些支持的社福設施 你也應該要有適當的提供 而不是這個就是 恩對不起 就是祝福一位喔 就是把那個商業放到最上 把社福提供到很小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而且這些社福設施 其實我們有討論過 社福設施應該要照顧弱勢的 可是現在看得到的社福設施 他們要幹的這些公民住宅或老人住宅 是非常高貴的 我希望政府可以說 你們以後的老人住宅 你們的那些社福設施 你們的收費到底是多少 社會照顧弱勢 在地區你們都非常支持 照顧弱勢的這些事情 可是他們不同意這些社會博力設施 被拿來當作平靜的工具 我覺得這個觀點是需要被提供的 對 那這個我們 那個什麼藝人來報索 謝謝